公布台獨黑名單 制裁的黑名單跟他家人 然後君主全部都公布 終身通緝就對了 那這幾天公布的是名單 就是他真正的公布名單了 總共公布了包括我們的行政院長 蘇貞昌 那麼立華院長游錫坤 跟外交部長吳釗燮就對了 總共三位說他們是 台獨頑固分子 煽動兩岸對立 然後呢 那麼就終身通緝 而且要注意的是 包括他們跟他們的家人 然後還有背後的君主 永遠就要追他們一輩子就對了 包括你的財產 行事通緝 行事通緝 這是什麼意思啊 他這個國家跟我們國家 又不戶不隸屬 這個新聞一出來 我第一個就反彈 我立刻通知吳釗燮 抗議 為什麼沒有我 不是行事通緝 你聽我講 你聽我講 警戒而來我有個好朋友 謝志偉在德國一抗議 我要求把他列入 你知道嗎 我要求把謝志偉列入 所以我今天都補一槍 我說如果國裁辦 沒有辦法列入的話 我直接控告他 公然侮辱 你知道嗎 你剛剛不是講 那是刑事案件對不對 你是刑事破掉了嗎 你要攻打台灣 這是戰爭行為 你要直接滅了他們 開玩笑 你要直接殺了他們 你還行事通緝 我被通緝你們幾四人 因為反國家分裂火 金主有通緝 但是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真正民進黨的金主 其實很多是旅居美國 跟日本的台獨分子 他們都沒有在裡面 而且有很多人都提出 那為什麼是行政院長立豪院長跟外交部長 那總統副總統你把他放在哪什麼地方 這是人情流一線我覺得 但是副總統賴清德說 他是一個務實的工作者 你這樣子人情流一線 讓人家看一看一看 就是說你也是一樣 叫三個而已 你也沒有辦法 全部都這樣子嘛 但是 蘇貞他還有可能要選舉的 對 尤其昆就是故意 但是尤其昆有子弟兵 尤其昆就主導講說 故意跟朱鳳蓮講說 我不要選舉的人 你知道幹嘛 但是因為鄭國會 他是精神領袖 所以他下面的鄭國會 還有鄭國會後面的金主 他在競閣喔 阿強在競閣喔 中共為什麼最近動作那麼大 跟他們的六中全會有關係 那為什麼呢 我們都知道 那麼馬上下禮拜 他們六中全會要登場了 這個六中全會很重要 為什麼 跟明年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二十大 那個二十大 要進行這個習近平的鋪路 習近平在2022年 也就是明年 他的十年任期屆滿 以前的中共有一個就是 十年讓你做一個國家主席 十年啦 十年你就要下來嘛 然後你的接班人是 你的前一屆幫你指定的 你才不會說 你要當太上皇 對吧 那以前都是這樣都沒有問題 習近平把前一任 胡錦濤他們幫他指定的 孫政才的這些人呢 全部抓起來 判了一個無期徒刑等等 然後有的人判死緩 他就沒有接班人啊 他的時間到了怎麼辦 就靠這個六中全會呢 做什麼事 為明年把習近平所有的 這個等於說 連任的障礙全部除掉 他以後就沒有任期了 他將成為永遠不斷的成為 中共的領導人 那麼除此之外啊 下個禮拜開始六中全會 也會很緊張 現在已經很多 你看進出北京的航班 五成取消 這除了六中全會之外 還跟最近中國的疫情起來 從內蒙開始 起來越有了嗎 結果回到了這個北京啊 北京的幫人家拍婚紗的 這個裡面的人呢 染上了武漢 那個Delta病毒就對了 結果呢 因為這樣北京 那麼現在很緊張 因為你有六中全會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我們得到的消息是 習近平到現在 都還沒有打過疫苗 你知道嗎 他不敢打 他不信任 他應該不信任 國藥跟科興 然後他又不敢打 國外的疫苗 怕什麼呢 所以他旁邊 旁邊固若金湯 就是說他 你沒有發現嗎 他要進出的地方 連老百姓都是演員 有沒有 然後呢 他應該還沒有打過疫苗 他身上是沒有抗體的 你知道 所以整個北京 風氣都要檢測 所以習近平在的地方 是全中國最安全的地方 你知道嗎 所以呢 北京現在呢 說非必要 禁止出城 禁止聚會 婚禮延期 喪事重檢 整個北京 整個天子腳下 現在變成這個樣子 那一切要度過 必須等到六中全會 全部給我謝 那個謝幕以後 落幕以後 再說 那除此之外 本來這次是8月30號 就要辦 但後來因為受到疫情 拖拖拖拖拖拖拖到11月8號 那麼裡面到底會有沒有人 那麼要鬥這個習近平 你不要小看習近平 我查了一下資料 他從上任到現在對不對 要卸 表面上應該要卸任的 但他不卸任 他已經鬥死了260個 黨政軍的高幹 你知道嗎 260個人下落馬就對 這個人不簡單 之前薄熙來跟周永康 他們要把暗衫打他 他都一關一關做 聽說最重要的 最可怕的時候 他的背部受到槍傷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知道 他不斷的過來了以後 他現在用恐怖的統治方式 那麼還有就是說 其實那麼在這個 這個鄧小平之後 我們都知道有江澤民 有胡錦濤 胡錦濤跟溫家寶統治時間 是最用懷柔政策 對台灣的 那時候跟台灣的觀點 比較和緩 那但是問題來了 習近平直接跳過江澤民 跟胡錦濤 所謂的江湖世代 他把江湖世代弄掉 為什麼 習近平只承認 總共三個人 一個人叫做毛澤東 另外一個人叫做鄧小平 第三個人就是他習近平 你知道嗎 這三個人就是帶領 中共的建國的 最重要的三個人物 那會不會有人 那麼要挑戰習近平 那麼就故意 以胡錦濤裸退 十年一到 那麼光榮的裸退 直接離開下台 那麼作為諷刺 那麼要求習近平下台 那就看看這個所謂的六中全會 到底是充滿火藥味 還是跟中共一樣 拍手通過 讓習近平坐到老 坐到滿 消費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